有一間航空公司未來要推銷他的商務艙 就搞特價優惠 所以只要先生買一張全價的商務艙 他太太就可以半價 結果生意很好 很多人來買 所以他未來要調查那個市場的結果 他就寄信到每一個家裡去問太太看他們的意見 結果很多太太接到了 都打回去那個航空公司說 我什麼時候跟先生一起坐過飛機啊 有一架飛機剛要近日起飛跑道的時候 不然停住又折回那個停機坪 隔了半個小時再回來又開始起飛飛走了 那到達目的地以後呢 有一個好奇的乘客就問那個空服員說 剛起飛的時候 為什麼要折回去 陳吉平等了半小時再出來 再起飛呢 那個空服員說 那個機長剛要起飛的時候 發現那個炎鏡有那個怪聲 所以又開回去 換來一個趕開飛機的趕開這種飛機的機長來 再次趕開飛機